欢迎收看大星店地方新闻 我是赵方琪 马上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温山国中举办一系列运动产业大师讲座 最终场邀请胡振明教授主讲运动员留学美国面面观 新北市环保局举办第五届永续未来学院 鼓励青年学子落实节能减碳投入净零行列 新店农会绿罩班与新店卫生所合作 邀请园艺治疗师教学员认识于新草公校 新店中正路一家包子店每年八月份都会和新店捐血士 共同举办爱心活动 今天的QA大叔要带观众朋友来了解 肇事逃逸有哪些法律行责 温山国中所举办的运动产业大师讲座 最后一场邀请到美国圣安布罗斯大学教授胡振明 主讲运动员留学美国面面观 除了分享自身留学经历 也说明了台湾和美国在高中运动上的不同 并且给予想要出国念书的同学一些实用的建议 温山国中举办的运动产业大师讲座 最终场邀请到美国圣安布罗斯大学教授胡振明 主讲运动员留学美国面面观 分享自身到美国就学攻读与运动相关硕博士的经历 以及担任篮球裁判的历程 同时也介绍了美国高中运动和台湾的差异 美国高中的运动跟台湾的高中运动是什么不同 然后就是让他们对国外的运动的 学生运动的制度跟规模有一些不一样的了解 这样子希望有一些小朋友如果以后想要出国念书的话 他们也可以基本认识这样 胡振明教授表示台美在学制运动代表队组成 竞赛模式上都有相当大的不同 像是美国高中练习时间不向台湾来得频繁和大量 另外参与的运动项目也很多元化 所以美国学生运动员比较有机会尝试其他的运动项目 找到真正的自我兴趣 也鼓励在场同学们能够勇敢追梦 坚持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那遇到困难就是不要退缩 然后就是尽量去朝自己想要的梦想去前进这样 而真正有兴趣想要出国念书的同学 他则建议要有完善计划 语言能力设定适合目标 运动表现以及财务支援 讲座的最后开放提问 大家对于美国的运动员训练 专业性的重视等感到好奇 也反思台湾是否过早让孩子在专项运动中定型 文山国庄表示将会持续举办各类型的讲座活动 为学生们提供更多元化的学习资源 培养他们的国际视野与竞争力 也期盼这一系列的运动产业大师讲座 能够让体育班孩子在未来目标上有更多的想法和目标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市环保局举办第五届永续未来学院 带领青年学子了解永续倡议减速减费等议题 市长侯友宜在结业典礼上 亲自颁发了永续青年大使证书给学员们 并且勉励大家投入近零行列 落实节能减碳 新北市政府举办第五届新北永续未来学院 借由三天两夜的课程带领学员探讨新北永续倡议 减速减费 循环经济等议题 新北市长侯友宜特别出席论坛与学生交流 并颁发新北永续青年大使证书 他表示极端气候对于人类的威胁没有种族 性别及世代之分 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活动中学员们也对于新北市各项环境议题提问 新北市环保局表示 第五届新北永续未来学院 一共有30名大专院校学生参与 以生活无诉求 我行我减速为主题 邀请循环经济 减速减费 永续饮食等领域的讲师 分享环境永续的经验及时机 也实地前往东北角参访 新北市环教场所野柳地质公园 了解特殊的海石地形景观 并且在归后海滩浸滩 透过实际的行动来守护海洋环境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店农会绿罩班为了提升学员的健康知识 与新店卫生所合作 邀请原艺治疗师张静梅担任课堂讲师 教大家认识鱼心草 另外呢还煮了鱼心草茶 还有制作了鱼心草水果片 带大家从食疗做到身体保健 靠近鼻子就能闻到一股类似鱼心味的味道 这种植物大家应该不陌生 就称之为鱼心草 新年农会绿罩班为了提升学员的健康知识 与新店卫生所合作 邀请原艺治疗师张静梅担任讲师 教大家认识容易栽种与取得的鱼心草 张静梅表示鱼心草是清冠一号的成分之一 具有抗菌抗发炎清肥的功能 我们在清冠一号清冠二号里面都可以看到 它也含有这个成分 但是你要在使用的时候 当然也需要经过医生的评估一下 会比较好一点 那平常的话就是营养保健 像我们在家里面就可以做一些保健 比如说可以吃一些鱼心草煎蛋 或者是鱼心草煎就是鸡汤 或者是我们自己泡个鱼心草茶也是不错的 老师海郊学员将鱼心草放进鼻腔 深呼吸两三次 呼吸突然变得顺畅 虽然味道让人有点却步 但奇特效果让大家很惊讶 另外张静梅也利用晒干的鱼心草 加上红枣等中药煮成茶 让大家品尝 少了腥味 入口还有淡淡的药草香 学员接受度很高 今天的课程里面 我们就会让他们来体验 我们除了干品的泡茶来喝之外 我们还可以就是吃鱼心草 来体验一下口感如何 而切好的凤梨苹果片 再加上新鲜的鱼心草一起食用 可以缓和鱼心草的刺激腥味 还有预防感冒的效果 张静梅表示 如果民众不喜欢鱼心草的味道 可以试试煮鸡汤 不仅效果一样 煮过的鱼心草很神奇的事 那股鱼心味就会消失哦 记者生平这门期新店采访报道 新店捐血市8月份将与中正路包子店 共同举办捐血送包子活动 只要捐血250cc 就可以获得一张包子兑换券 希望借此号召社会大众 踊跃捐血 书解夏季血黄 打开蒸笼 振振香气随之飘散而出 里头的包子看起来就相当诱人 这家已经在新店中正路 开了30多年的素食包子店 深受在地人喜爱 店内除了有菜包 各种口味的馒头 还有插花柜 这些面食米食 都是老板周世华亲手制作 而周世华除了有一身好手艺 更是一位暖心老板 因为他常年在新店捐血市当志工 有感于夏天经常缺血 因此每年8月份时 他就自掏腰包 和新店捐血市 共同举办捐血送包子活动 7月份刚开始就在缺血 到8月份9月份会缺了更多 所以我才是可以 这么久了 我是每年的7月这个时候 就已经想到说 8月来办捐血活动 刚好8月捐的8月也可以用 9月也可以用 这样补捐血中心的不足 今年正逢台湾捐血活动 50周年庆 周世华老板也获颁至工奖杯 自己本身也是捐血人 因此深知病患的用血需求 他表示送包子 只是付出自己微薄的心意 更期待可以借此号召社会大众 共同响应捐血活动 每年的8月份会送包子 就是要到在新店捐血市去捐血 捐血成功 250的话是两个包子 500的话是四个包子 我会有印兑换券放在捐血市 给宜检师他们 他检验成功 体检成功他就会花500就会两张给他 250会一张给他 8月1号期到8月30号止 民众只要到新店捐血市捐血250cc 就可以获得包子兑换捐一张 500cc又两张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周世华老板期盼 有更多人可以加入捐血行列 当个快乐捐血人 记者陈平正门期新店 采访报道 广告后是QA大叔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记录生活 分享生活吗 Tenor3公用频道 提供您一个最佳的平台 您知道肇事逃逸 要负哪些法律责任吗 今天QA大叔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万一不小心撞了车 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想要一走了之 但如果不幸碰上了 肇事逃逸的车祸状况时 又该怎么处理呢 来听听QA大叔 用实际的案例解析 让你轻松了解 行车纠纷小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很多的家长都蛮有钱的 有钱是好事嘛 我都希望大家都很有钱 QA大叔这几本身虽然没有很有钱 但是我很希望你们都很有钱 那像有钱人的以后呢 他就小孩子都是舍不得自己小孩子 想说不要骑机车太危险了 买部车给你开可能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很多家长就这个 小朋友他并没有很好的这个驾驶的技术 没关系 先买车 慢慢练 有一天这个问题就来了 这个小明的妈妈她就很紧张 跑来问我说 我家小明怎么会接到警方通知说他肇事逃逸 怎么办 他一直问我怎么办 那我就告诉他肇事逃逸呢 要道案说明 你就道案去说明 看看到底怎么一回事 结果后来他就去了 回来以后告诉我说 原来他家的小明啊 晚上开车回家的时候呢 去撞倒了停在路边 没有在驾驶 停在路边的机车 然后呢 他也没注意 他就回家了 后来呢 这个机车的主人 就按照了这个监视录影带 去找到了小明 那当然是通知警方 警方就找到他了 然后他以后呢 就要处理了 他说问题还是要处理 后来去到调解会去调解 那这个小明的妈妈 他就很紧张 他就一直问说 那造势逃逸 有造势逃逸吗 因为听起来那个造势逃逸 很严重 很严重啊 很严重啊 对不对 是 观众朋友 你说那个不算造势逃逸 到底算不算 来来来 我们现在也可以来请教大家 如果你觉得他算 算 有的算 有的不算 没有关系 我告诉各位 其实 私事有两种造势逃逸 在这个交通事故上也有两种 第一个 小明呢 这种造势逃逸呢 他不属于刑法上面的造势逃逸 因为呢 没有人受伤 但是 他在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上面呢 他属于造势逃逸 所以呢 他有民事的损害赔偿的问题要处理 那在调节会的时候大家就谈啊 那怎么办呢 只要人没有受伤 总是好事嘛 那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家长 因为有钱嘛 我刚才强调的 就是有钱嘛 好吧 那就机车坏掉嘛 就赔了就好了嘛 是不是 那当然 对方那个机车的车主 他就跟这个小明他讲说 我也不是要讹你 也不是要诈你 那你就把我车子修复原状就好 那没有错 标准就是 迷失赔偿呢 就是 损害赔偿就是以恢复原状为原则 所以呢 就拿出一张裤架单来 这小明的妈妈一看 夭壽哦 那个裤架单 机车就这样子倒下去 插撞一下 一万八千多款 哇 这个真的是对小明的妈妈虽然有钱啦 但是她也觉得说 不合理啊 怎么会那么多钱 哟 不用那么多 要 我告诉各位 有些机车真的要那么多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讲说 车祸也要看运气 也要看看你自己撞到什么车 你撞到太好的车真的赔不起 但是撞到比较冷冻的 你可能还付得了 结果呢 他那天A到了那部车呢 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的那种电动机车 那个电动机车很漂亮 对不对 起起起来又没声音 又帅 但是我告诉各位 那个 你要是进场维修 都是有一家 原厂 而且原厂呢 维修照排队 照排队呢 而且呢 它没有溢价的空间 该换整组就要换 所以呢 它整个换起来一万八千多块 经过我这样子跟她解释 小明的妈妈只好接受嘛 她讲说 那 那 差不多齁 没有错 差不多就那么多钱啦 现在真的那种高级的电动机车 是真的要那么多钱 没错 好 那我相信 各位 我们观众朋友都很清楚 好 那问题还是要解决嘛 妈妈总想说没事最好 没事好 然后来呢 就赔偿了这笔钱 那大家就结束了 那所以呢 我们想从这个案例来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第一 我们发生了这样子的这个车子 你说你A岛旁边的车子 你不要以为没事 现在到处都有监视器 你要记住 处理的方法就是 跟警方报案 你不知道车主是谁 但是你跟警方报案呢 警方自然就会联络车主 来做处理 那第一个观念 那第二个观念呢 这个你自己要小心一点 看一看你这周边的环境 那个太高级的车子 你要自己要特别特别小心 尤其是骑机车更要特别小心 那我想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QA大叔帮您来解答呢 欢迎有任何的问题 在我们影片的下方留言 而且呢 还不要忘记的帮我按个赞 对不对 互相一下帮我按个赞 然后谢谢大家 我们下回再见 接着来看 宝贝奥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新店十四张历史公园 6月1号开放细水区 规划有水及桶区 湘雨水尊道 水桌及水桶瀑布区等 多项玩水设施 炎炎夏日欢迎民众 来这里消暑一下 大新店监控防护2.0 AI人像辨识及时告警 为您顾家顾点都安心 在想窃盗损失补偿险 每年最高36万元 速洽2917 3939 交通部公路局台北区 监理所持续推动机车驾驶训 训练制度计划 即日起至11月30日 参加驾训班机车训练 并考取驾照者 补助每人训练费1300元 新北地区名额共计6200人 为了鼓励身心障碍朋友发挥绘画创作才艺 新北市刺壁镇服务协计会办理第27届 爱在画中身心障碍者巡回画展 暨艺术创作活动 详洽02-8985-7688 新北市立图书馆 实定分馆 7月份每周三下午4点 开办百变歌仔细时定讲座 内容包括 拉内台湾歌谣艺术赏西 实定Monday学博瓜等等 欢迎民众参加 详洽02-2663-1354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都可以扫描 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兴店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赵方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